大家好,我是視頻 天氣變化很大 我每次一開頭就要 來個天氣 聊天到有沒有天氣開始沒有 昨天EVARIO有沒有訓練到 已經開始了,你還在那邊 在那邊CUE他 有人進來 嗨 嗨 哈囉 可以漏半隻手 因為他現在沒有符合我們的主題 所以我先不能開場 只出聲音 我們今天主題就是 沙裙 因為這禮拜上了三款沙裙 然後其實不只禮拜一會上沙裙 禮拜三也會上很多款沙裙 所以好像最近好像都是 這一系列好像都是剛好這禮拜 都剛好上沙裙 因為剛好這禮拜有滿三款 沙裙左右 對啊三款,所以等一下 我們還會今天邀請特別的來賓 其實也還好 也不知道特別來賓 所以大家不用那麼期待 他等一下也會幫我們一起穿 沙裙的示範 大家這禮拜有買什麼新品嗎 對啊 大家這禮拜有必買什麼 我買可余,可余的那件蛋糕裙 等一下也會示範穿 超美可余 粉紫色跟杏色 我自己覺得蠻好看 粉紫色我是會 已經有了啦 我忘記我買了什麼顏色 你忘記你買什麼顏色 反正我沒有買紫色 你穿什麼都好好看 可余的經典之作 沒有我沒有穿什麼都好看 因為我還是要挑一下 他不能穿低腰褲 偷偷告訴我 對我不能穿低腰牛仔褲 我會看起來會很像那個 笨著 就是很笨 就是很笨的感覺 大家禮拜六有去野餐日嗎 就是有看到很多 那個網友 網友 網友 朋友 來找我們拍照 對 然後大家其實都有穿那個 我有看到有人穿也是穿我們野餐的 對啊我有看到很可愛 然後最多部分就是格子洋裝 對我覺得很適合 很常有穿AA的款 喔雅族的款 對對對蕾絲跟 細肩帶背型的一件 對我有記得 就大家 就是我覺得很難得野餐 就是自己很少去野餐 然後搭一起去就覺得 哇實在是太太新鮮了 我覺得我可能每一屆都會 都會去參加 之後每一次 可以開始介紹你身上的衣服了 差不多了 你要買多個人了 好啊那 那我就 直接先開始介紹我今天的穿搭 我現在是穿第一套的紗裙 然後 這個 這個紗裙大家有發現嗎 他是做雙層的 對他是做 他是做 他很特別 他是 他是裡面是 他裡面是蕾絲 這個 比較硬一點 比較挺住的蕾絲 對裡面是硬的蕾絲 對然後外面是做 比較透一點的 白折的 白折的 白折的紗裙 所以他就會看起來比較 應該是說比較特別 我覺得這件很有心耶 而且他裡面的蕾絲 是硬的那一種 對他是挺比較挺的 他不是軟的 他是稍微比較 有這樣膨度出來的那種裙子 對所以他穿起來就會 比較膨 比較膨一點點 因為他裡面這個蕾絲 他是有硬度的 然後他 他後面是做 鬆緊帶 但是前面沒有 那我剛剛穿的時候 其實 是有點難穿上去 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沒有鬆緊帶 他後面有 所以就是只能 拉後面去 拉開去穿 那你穿S嗎 我穿S號 但他的腰頭有用 也有用紗在薄一層耶 對 他這邊是有用紗去擺 我覺得這件真的是做的蠻有心的 就是很 很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 做很多 我知道還是你照鏡子 我們就可以一起照我的背面 好啊 看一下 會不會很奇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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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應該在這裡 哪裡 喔 這樣 我整個大目光 很神經喔 好 那回去好了 開始了 開始了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子 好 但我可以戴到 欸 大家有發現我們現在 今天在植物園上班 就很漂亮 但是 這是從野餐日帶回來 就是他 我現在是穿 他這個紗裙是設計在高腰 所以 所以他會長度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 高腰的話 我現在穿是到 膝蓋下面 所以 我是158公分 剛好是到膝蓋下面 長度 嗯 然後最近的話 也是這禮拜的新品 然後他有點透 所以要內搭 BRA T 然後 這款的紗裙 他有四個顏色 白色沒有在這邊 就是 現在有灰色跟黑色 對 灰色其實也蠻好看 就是會感覺比較 比較 純粹一點 對啊 然後黑色就是 擺搭 黑色感覺可以配 比較個性一點 比如說你上面可以搭牛仔外套的那種 就是在搭秋鮮 對啊 皮 不知道會太黑 反正就是 黑色感覺可以走一種運動風 運動風的感覺 嗯 看這樣 就是這樣 很可愛 我發現大家可以從鏡子看到你的 後面 我們剛剛調的 這是我們的小型 對 我覺得我鏡子裡面好像比較瘦欸 剛剛調的 對啊 這個是紗裙的細節 大家有看到我的那個 全身 全身的樣子 這樣看得到嗎 它還是曝光了 曝光 這樣 啊 這也是這樣這樣 對 紗裙的細節 嗯 就是它第一層是百折的 百折的 然後起來的話是 這個 這種 還是大家不喜歡這個紗的話可以把它剪掉 喔好帥 有可能可以欸 自己裡面 變成絲群 因為大家最近好像蠻喜歡雷蛇 而且它這個是有做內穿 欸可是剪掉好像是接不回去囉 剪掉就接不回去 對 然後它裡面還有拼接一層的內裡 內裡 是有點斷面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用心 就是很忙的一件紗裙 對不對 然後 啊耳環忘了講 耳環也是禮拜一上架的 然後它是夾式的 這個好美喔 一串的 對啊很像一串葡萄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好像可以搭婚禮系列 就是看起來就很典癢 很可愛 然後它的夾式是後面一樣是可以調 調整你要的那個鬆緊度 所以又可以用轉的 所以不會怕很痛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整你耳垂的厚度 它也有那個耳洞 所以如果大家有耳洞的話 也想帶好 我覺得也可以帶 對啊 耳洞的人就是可以帶假式 也可以帶那個珍式的 好 那我們換雅雅 雅雅 好久沒有直播的雅雅 嗨 大家最喜歡的雅雅 雅雅身上穿的也是紗裙 然後是這禮拜第一名的紗裙 今天如果分享直播就是送的 送這個 對今天送紗裙 這紗裙有三個顏色 雅雅現在身上穿的是米色的 它真的是米色沒有到那麼白 但是 但是我覺得跟什麼合 什麼啦 就是我覺得它 就是 最下面那一層 好像可余是故意做透鏡的 對 就是 就是這個設計是可余的小巧思 就是只做到第二層 這拍得到我嗎 應該不會拍到我 然後第三層就會 小腿就會露出來 所以你走路的時候 都看得到你最細的 很鮮細的小巧思 而且看起來比例會比較正 而且你稍微的轉動走動一下 它真的很效益 就是慢慢的 它的紗是很柔軟的那種紗 對 剛剛Peggy穿的那件是比較硬 比較膨的 然後這件是會比較順下來的 然後這個我覺得最私心的最美 就是這個紫色的 紫色的 對紫色 那我可以比比它 而且今年最流行的就是紫色 這樣 而且它布料原本好像就有一點點皺皺 對 它是有皺的學法 這件很美 然後它的 它的禮布是有光澤的這一種 很有質感 有光澤的 這件是 我們大家都買了 對 而且看到食品的人都說 真的很漂亮 然後它的腰頭也有用禮布 不一樣 對 再把它包起來 然後它裡面這邊掀開來 嘿 掀開來它這邊還有小荷葉 喔 可愛 而且它很輕欸 對 對它超輕的 所以走路就會一直飄 對 穿起來很美 米色會透嗎 不會 沒有我覺得米色 但是裡面不能穿深色的 對 內褲要穿淺色的 對 因為它的那個禮布 比較透 沒有那麼厚 所以如果米色的話 要穿比較淺色的內褲 應該是這色是不是要穿淺色的 這個我覺得還好 它黑色就沒差 它就是一層沙之後裡面 就是這一層薄薄的 大家好啦 你都蠻喜歡紫色 真心推紫色 月珍 你有買紫色嗎 夢幻之 夢幻之 這樣 然後如果說 你怕顯胖的話 我就是覺得可以買黑色的 如果你真的不敢嘗試 比較淺色的沙裙的話 它其實還好 我覺得 因為它 這邊不是抽中很多 就是 不會到這邊很胖 它算是比較順沙 對 它就是會順 它不會往外膨 它是會順的 所以 不太顯胖 但我覺得如果要說 會不會顯胖 老實說 沙裙是不能跟窄的 就是黑BK比 因為你BK 你這樣子貼整個褲型 當然是會比較瘦 沙裙當然是比較膨一點 就是這邊 因為它為了讓這邊有那個荷葉 所以這邊 它是會有一點點抽中 但是這一件我覺得 算是沙裙裡面 不怎麼顯胖的人 對 會不會太公主 怕太公主的話就可以穿 黑色的 或者是下面配球鞋 好像就還好 因為我穿黑色配球鞋 配T恤其實不會很公主啊 就蠻個性的 懷孕可以穿嗎 懷孕 可能要看 我也不知道欸 是不是不能穿太緊的鬆緊帶 對 它其實蠻 鬆緊帶的地方蠻合的 就是變成會 懷孕還是建議穿 建議穿 建議穿洋裝吧 換鬆的 只是怕 怕肚子那邊會勒住 我穿S喔 因為它是鬆緊腰頭 紫色裙子 我覺得上衣可以配白色 然後上面可能有 紫色的字 或是紫色的黃 因為今年不是很多T恤 上面的字都是紫色的 就是可以跟紗裙配到 或者是歌溫有紫色的 也可以配到 沒有 下一個是我 紗裙 現在介紹了兩款紗裙 然後 Peggy在穿第三款紗裙 然後我現在先穿不是紗裙 但是也是這禮拜的 這禮拜的新品 然後我自己覺得算是隱藏 隱藏辦的新品 因為這禮拜 上了很多 Ding的雜誌 然後還有 大家好像那個目光都被紗裙 還有那個條紋T恤 吸走了 但其實這禮拜 款式雖然少 但是還是有蠻多不錯 我覺得 燈有點亮 等一下 我現在身上穿的也是這禮拜的 就是小碎花 雪紡的上衣 然後我覺得它很有氣質 你們不覺得我今天的妝髮看起來 有一點小成熟嗎 跟你平常不一樣 我覺得有一點像主播 哈哈哈哈 然後 它這個啊 因為這種 這邊做荷葉的衣服 其實最怕會顯這邊很胖或很壯 但我覺得這件不會是因為它很薄 它是薄的雪紡 它其實是會有一點透的 然後 所以是建議是穿淺色的內衣 但是它 很涼 因為它是非常透 嗯 它有一點透膚 透膚感覺 它是 它是有點透膚的 所以說 夏天穿是很OK的 尤其是辦公室絕對是很OK的 這種薄的雪納 然後像今天台北又有一點 溫度又有一點 又有一點變天 所以其實 雖然是長袖 但是還是可以穿 不會 不會熱的 會有一點透 可是 其實我現在穿 黑色的內衣 你們看得出來嗎 好像也還好吧 我覺得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如果你會介意的話 你裡面可以穿布拉T 或者是淺色的內衣 而且我覺得它配色的顏色很好看 就是 米色然後配一點綠 然後它的紅又不是太紅 可以給大家近看一下花 是 這樣看好了 因為我怕會曝光 這樣 這樣 愛睡花 我也愛睡花 而且它的那個底 是有一點皺皺的 拍不出來 拍不出來 但是它的底 是有一點皺皺的 所以其實 其實這一件真的蠻好看的 然後我覺得 也很百搭 然後耳環是 明天的 明天的嗎 耳環是明天的新品 我覺得是很有氣質 我今天整個人看起來 很像 我都不敢大笑耶 我今天是稍微 有氣質一點的路線 然後我的聲音 我感冒還沒有好 有一點不好聽 請大家多見諒 然後再來 褲子 褲子也是這禮拜新品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 它的表面是有點雞皮感覺 然後它是 我剛剛有看它的名字 是輕質感打折短褲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只要390塊 這麼便宜喔 喔 鏡子有透出我的內衣是不是 好 大家的假裝沒有看到 它只要390塊耶 可是它是很挺的那種 因為它這邊 黑色可能有點看不出來 它這邊是有打折 然後也是A字型的 就會顯得腿比較新 我稍微 再吼了 有點重到花咧 Ruby 你的花園有一點 摔住我的腳了 OK 對 然後它後面是這樣子 它後面也是做荷葉到後面 煙站到後面 對 然後這褲子就是A字型 然後雖然是挺的 蠻好看蠻好 就是蠻百搭的 然後雞皮表面是雞皮的 才390 鬆緊的嗎 不是 是扣環的 扣環 覺得這個透是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啊 如果說真的介意的話 就穿淺色 或是裡面再穿一個bra 可能因為它有碎花吧 對 因為它碎花所以 我覺得 因為有的時候 不是會穿透肌的那個 雪紡襯衫 就是要透一點裡面出來嗎 但我想說台灣的女孩 其實應該還是沒有到 國外套 就是看你個人的接受程度 對 褲子好挺 我的鞋子是之後的新品 不是喔 只是搭配 對 然後它是泡泡色 我剛剛忘記講有人發現 因為它的品名是 碎花 泡泡 泡泡袖 可是它真的不會很大 我覺得 我覺得它很修飾手臂 因為我手臂很胖 但是穿這件 有被修飾的感覺 耳環很精緻 讓大家看一下 耳環 耳環它的正面 它就是一個 就是它是珍珠 它是立體珍珠 可是它後面是金屬的圈圈 所以就是 直接 欸這邊掉了一顆 哈哈 不然上次我摔到 這個是珍飾的喔 這禮拜一上的是夾飾的 然後如果你不喜歡夾飾 你是有耳洞的話 就可以等明天 明天是珍飾的 但也是少少款而已 不用抱太大氣溫 我怕大家還蠻期待 應該是你精神 講著講著 開始覺得有點熱了 小紅鞋是夏日 喔是欸 Sorry 小紅鞋是夏日型 那讓大家再看一下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有這些鞋 讓大家再看一下 欸 我發現蠻多人都喜歡 微透感覺的耶 眼妝美呆 小姨 小姨幹嘛 耳環會不會很重 不會很輕 應該剛剛Peggy那個比較重吧 很輕啊 我剛剛那個比較重 這個很輕 這個很輕 期待小紅鞋 對啊 夏天好像配 牛仔短褲配小紅鞋也很可愛 欸 我覺得最近韓國很流行這種鞋子耶 大家可以買 Peggy 下一位 然後大家應該都知道 明天會上新品吧 明天的新品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Lily Lily系列 然後一樣也是大家最喜歡的 Darmy 當模特 當模特 對不對 對 大家都很喜歡小紅鞋耶 好 再換Peggy 欸我這個是可以曝光了嗎 因為我直接一直穿出來 應該可以吧 但其實我只是想要 給大家看 配這個紗裙 而且妳這樣配好可愛喔 這樣很 很可愛耶 很歐美耶 很像看棒球的感覺 但是 又不會穿得太 太淑女 我沒有辦法照到全身 還是照鏡子 哇賽我 欸我看起來 背屁股很 大耶 沒有 是鏡頭的關係 我覺得 她本人 她Peggy本人是瘦的 對 對 我這樣有照到全身嗎 有啊有 我覺得是星星沙群很可愛 很可愛 因為她的長度 剛好露腳踝 對 然後你們可以搭 像我剛是先搭了學坊上衣 沒事沒事 呃我剛講哪裡 就是我覺得 我剛穿那個學坊的上衣 會覺得 好像有點太Lady 所以我故意換 T-Shirt T-Shirt類的 對 然後這個T-Shirt 是禮拜五 對禮拜五 應該禮拜六大家有去演那個 野餐日 我應該都有看到 然後她這件的版型 其實是做比較 跟以往Puzzle的版型不一樣 大家有發現她做的比較和聲一點 對 她做的比較貼聲 震動 她做的是比較貼聲一點的 然後我也很喜歡 我比較喜歡貼聲一點 因為有我想說一個是貼的 一個可以做寬一點 嗯 是Ruby的寶寶 對 是Ruby的寶寶 然後她 嗯 她 我可以拉出來給大家看她的長度 好 她拉出來長度 就 欸好像也蠻可愛的 不會到太長 就是一般可以拉出來的長度 但如果你要加進去的話也是可愛 這好像也很可愛 然後 她後面 我很喜歡她的紅色配色 如果大家有去野餐日的話 有發現 她有紅色跟綠色的配色 就是她後面 還有這個 我們跟Crisby Cream合作的這個marker marker 就是那個好累喔 轉不過來 帽子 大家都說帽子 帽子我不知道 這怎麼有點塌 帽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之後會不會進欸 喜歡野餐日的另一款T恤 我剛剛有看到有人有搭好 就是那個圈圈 等一下會出來 有人會穿嗎 因為我剛剛看起來是很像搭好的感覺 應該是可餘 應該是可餘 是不是 又有客人來了 沒錯 叮咚 我看一下喔 貼身的好 其實也不會算到貼身 就是算是一個蠻 合身 對比較合的 應該是近期 近期來最合的一個 對 數字的含義 好像是 Crisby Cream的創始 對對對 創始的那個年份 對對對 1937 就是蠻久的 Crisby從1937開始 美式棒球感 對啊 感覺可以跟男朋友一起去看棒球 然後可以穿那個 然後可以再加紗裙 然後再拿一個加油棒這樣 很可愛 感覺你一定會被tag錄到 對 上藍色LOGO那件 等一下會穿出來給大家看 後 後面的小標 他是說後面這個 這個是 就是 合作的那個 合作的LOGO 對 合作的LOGO 對 大家都在問這個帽子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如果之後有的話 再告訴大家 應該是要問小楊 欸 由於小楊又寫了 帽子是 AA未來的新品 哇 真的很可愛 而且這樣配一套很可愛 對啊 就是幫大家搭好了 身的藍色 好 裙子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他其實是 他就是做三層的 還是我這個 這不能拿下來對不對 對 你說他往下一點點 他是做的三層的設計 他的星星很漂亮欸 這個不知道從哪裡來 不知道從哪裡來 就是他 他的星星是這個亮片 就是他有不一樣的星星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星星 很多種的星星 然後有亮片的也有 這邊也有 然後亮片有不一樣的 銀色的 這一個紗裙的話 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灰色的 一個是白 就是這個顏色 喔 灰色也很可愛 因為灰色是配粉色的 那個 我記得他是配粉色的 真的喔 真的喔 灰色很可愛 我覺得推薦大家買灰色 灰粉灰粉色 好 我覺得這幾件紗裙的細節 其實都蠻美的 嗯 然後他下面是拼這個魚尾裙 魚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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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尾裙的紗 欸 可魚剛好穿 好 對啊 我剛趴掉了 嗨 是希克欸 希克 我路過的 你現在穿的上下 都是Lily Belly的吧 對 就是明天會上 你個人 這上衣是不是你的寶寶 對 你要不要個人介紹一下 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這個還蠻舒服的 而且是很柔軟的材質 因為我夏天 比較少穿短袖 因為我不想要 露出手臂 露出手臂 而且因為夏天還要擦 防曬很低 防曬很低 所以我反而會比較喜歡穿這種 比較綿毛的材質 然後比較柔軟的 然後他又可以 有一點點防曬的效果 他是有附裡面的背景嗎 沒有背景是ZIDA 但他就是微透對不對 對 但他很可愛 他上面是有一點點 就是點點點點的感覺 為什麼一眼感覺是MQ 應該是因為他人的問題 Lily是可以很多遍的 有人說阿甘氣質100分 那褲子也是Lily的 那褲子也是不瞭解我 褲子也是這次Lily的 很好看耶 對啊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165 然後普遍穿Palo的褲子都 稍微短一點 但他這一款 好像你穿可以耶 還蠻長的 我覺得還蠻長的 對啊 對啊 你是不是覺得花那邊很卡 沒錯 然後他不管是寬的 然後也是綿麻的料 但他這一款還不錯 就是比較不容易 沒那麼容易皺的感覺 而且是很輕柔的 而且是很輕柔的 165 阿甘165包分 因為他已經超出鏡頭了 因為他已經超出鏡頭了 你已經超出鏡頭了 太近了 褲子有幾色 褲子好像還有一個深色的樣子 好像有兩三色 他好像還有一個綠色 我有點 想知道明天10點官網見 想知道包包 包包是 15 因為我剛剛說我是路過的 是路過的 是地帶 有包包 那上衣有幾個顏色 上衣有幾個 好像有 四個還是三個色 我記得上衣蠻多顏色的 有黃色的 界黃色還有綠色的 我記得有一個 好像有粉紅色 也有一個粉色的 還有白色大概應該四個色 而且我覺得褲子的那個綁帶 我覺得很可愛 褲子他這個還不 他這個是 他其實 我幫你拿包包 可以 他其實是有點鬆的 對 然後可以自己綁 他的這個袋子是可以調整 所以 因為像今年都蠻流失 花包褲的感覺 對 花包褲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自己稍微去綁緊一點點 做編號 看起來腿好長喔 你現在捧後面的花好像也很合理 我是 你蠻像花墊 你可以拔一根起來啊 玫瑰 玫瑰是可以抽起來的 好突然喔 我 你幹嘛抽一根哭掉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貼直播髮花幹什麼 158穿會太長嗎 可能要穿後底鞋 158 其實落地也蠻好看 因為他是寬的 MQ最喜歡穿落地對不對 對啊 MQ蠻愛的 阿甘穿這一整套都是明天的喔 明天上官網就可以看到價錢了 薄厚是在問褲子嗎 褲子算是薄的我覺得 欸他比我想像中的軟耶 對啊他很軟很舒服 可是他看起來又挺的 150不能穿 150可能這個褲子要先跳過 其實可以買啊 你再去改那個 褲管就好嗎 對啊就會變落地 因為我臉還太弱了 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褲管吧 你可以改褲管吧 就像 像Ruby啊 Ruby他就是 我極愛穿落地褲 不是雪紡的 褲子不是雪紡的 褲子不是雪紡的 褲子不是 褲子不是 它有一些鞋紋 對 有點棉麻加鞋紋的感覺 有口袋嗎 有口袋 這邊 然後後面是這樣 而且這裡有一個色件 後面有 有釦子耶 不是口袋跟釦子 我一直拿這隻幹嘛 哈哈 156呢 可能等會 我試穿看看 到時候 165公分喔 明天之後可以再 給大家看 來 下面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喔 下一位 我們是一個組合 那我們 大家看不看這邊 看不到 看不到 要正面 我們兩個是 穿一樣的 這個 連身紗裙 對 然後這個 我記得 Molly 也參與的時候 她是穿黑色的 然後我現在是穿藍色 然後 鏡頭有點 我鏡頭移一下 有點拍不到我們兩個人 這個跟那個 紗裙好像 顏色很像 這個是 這比較性吧 真的有一點點粉性 對 然後這個是 藍 這藍很特別 對 然後我裡面穿的是 二十 欸 禮拜五會上的 KK的那個 T恤 還叫把它拉出來 以為被擋住了 如果有去那個 野餐日的人應該有看到 然後model身上穿這個 它還有另外一個色 對 它白色是配淺藍色的logo 我再把衣服塞回去 然後卡琴色是配紅色的 超可愛的 這個藍好美 我覺得這藍超特別的 讓大家近看一下 它是什麼 它是有一點 糊面的藍 牛仔藍那種 是不是 但是再更 帶灰一點 反正是有質感的藍 然後不是 不是很常見的藍 對 就是不是淺藍也不是深藍 它屬在一個中間 海軍藍嗎 對對對 海軍藍 海軍藍 就是外面會去海軍藍的 就是大概這種顏色 它這間在 而且它現在是可以調 可以調 在這邊有那個調節環 這邊 曝光了曝光了 它有調節環在這邊 所以我一五六穿起來 是到腳踝上 所以 芮花工具 到小腿度一半 再下去一點點 那 哇 我也是小腿自己搬下去 而且這一款它也是做那個 錶裡是有一點點的過差 所以看起來腳是可以露出比較多 看起來就會高一點點 這樣 然後 它背面 背面是做平衡的 然後前面是做V-Link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邊 它是做階層的很可愛 就是每一層都有做那個抽皺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飄 很可愛 這一件是沒有 有一點腰身 有一點腰身 它它其實沒有 沒有到很有腰身 因為它是直接可以穿的進去 它沒有做拉鍊 所以如果沒有做拉鍊的話 就是這邊會比較 紫色超漂亮 紫色很漂亮 它是很紫色 對 它跟剛剛那個比的話 這個再 再亮一點 它是粉 紫色 就是真的是很像獨角獸 對 獨角獸 對 現在看可能有一點 獨角獸是蟲 有一點色差 獨角獸的紫色 對啊 所以這樣牛仔外套 應該是已經上架了 上架 可是它現在好像是預購 S號是預購 M號不知道還有 這件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有人說它要尖叫了 太美 剛剛有人問我身上的T恤 所以我就去拿 禮拜五上的兩款 KK 你們不要一直笑 KK等名的兩款T恤 一個是我身上這個 正中間圓形LOGO的T恤 它版型是比較寬鬆 對 比較寬鬆 然後現在塞進去 然後另外一件就是這個 有配色圓領 1937的 是比較寬的 黑給剛剛穿紅色的 這款是稍微比較合身 也沒有到很貼 但就是比較合身一點的T恤 但據我所知也是蠻多人喜歡穿 不要那麼寬鬆的T恤 所以在做的時候我才選擇 一件的版型比較寬 一件的版型比較合 但也沒有到貼啦 就是比較稍微修身一點的 所以禮拜五會有兩款 所以這禮拜還有很多 大家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就是明天要先十點 上官網看莉莉 然後禮拜五十點 上官網看Crispy Cream聯名 對 紫色多米 紫色多米現實有放過 對對對對對 看起來很活潑 這個嗎 上衣會透嗎 這一件不會 這一件微一點點 但是如果穿淺色的 內衣應該是不會透 1973有紅色的 有 1937 1937 好 下面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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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示範的是另外一 另外 我剛剛好像幫你版太短了 對 這邊怎麼會 我放另外一邊 對 它是另外一款 這款莫莉前幾天有穿白色 白色的 對然後它也是明天會上架 它有很多顏色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 紫淡紫色的 前紫色 啊你會撞到 它是前紫色 對前紫色 然後這件衣服 我覺得很特別是 它可以綁 因為MOLI穿的話 它是裡面還有搭引件 然後可以綁 落長一點 那如果你要單圈的話 你可以像沛一樣 綁短一點 它其實是 對 兩面穿 這個你可以 正面你也可以 北面都可以 我現在是穿正面在前面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寬肩帶的設計 對 然後它其實穿是前短後長 它是 如果你正面穿的話 它就是前面比較短 然後後面比較長 或是你喜歡後面 有人說音樂老師 會出現 後面反穿 對 然後 怎樣 繼續 所以你要示範這個嗎 這好像不用講 就是它綁帶是 你可以自己調 因為我現在綁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 就是這個 這個是可以拆的 就是可以 它是可以活動 它是可以自己調整的 對 你再把它綁低一點 其實 好我把你綁低掉了 不用沒有什麼怎麼綁 就是一個大結而已 就綁一個死 對 你也不怕它把它 就是你知道 把 永遠打不開 而且這款上衣有很多顏色 對 我覺得每個顏色都蠻可愛 就是有點曝光 就是有點淡淡的 然後又有一個很飽和的 這樣可以 你看到前面 超曝光的 你看到前面 好了 好了 會不會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吧 這樣還有曝光嗎 我看不到 好 背面好性感喔 嗯 然後我想說 剛好可以程序我們的 紗裙 我們今天主題是紗裙 然後我想說莉莉 莉她其實也有出 剛才可遺他們穿的也算是紗裙的一種 然後這個也是紗裙 然後她這個是故意做 兩層 兩層 就是內裡是故意跟下面做很大的落差 然後我覺得這款很可愛 她的那個 腰圍她是做花邊的 噢她是做花邊的 噢她是做花邊的 哇哇 有人說妳很像彈竖琴的音樂老師 要不要來做一個彈竖琴的動作 我不要 就是她 這邊是有做花邊的腰圍 然後 好美喔 這個蕾絲是很有質感 因為她是 她是全部 全部 滿版都是蕾絲 她不是只有 譬如說她不是只有下蕾絲 很美欸 她是整片連到上面 都做蕾絲 然後她下面就是一個花邊 不知道唱不唱 她的下面就是 裙擺的下面就是做一個花邊 對她是有一點像刺繡的那種感覺 對阿 給大家看近一點好了 看不到 刺繡 完蛋了 不行我這樣拉後面會曝光 對阿她就是 大家可以 刺繡的 明天 到時候大家都知道的 對 反正 反正 反正她這個也是做有點膨膨的啦 膨膨的感覺 也沒有到很膨 裙子有別色嗎 有她有三色 欸從背面看妳的腿 超美的 就是應該會露出來 很美 她就是裡面是做短裙 然後她其實又是長裙 腰是鬆緊帶嗎 對腰是全部都是鬆緊帶 全圍都是鬆緊帶 我穿的話是 嗯 有一點 剛剛 剛剛好的 剛剛好的 感覺 這樣子 Peggy裡面穿的是禮拜一的 不是欸 是之前 小楊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 她最喜歡穿的 Barty 對 那件我也要買 然後今天晚上七點會上Lily的小雜誌 就是大家可以去觀網看 應該是七點晚上七點 對七點跟FB一起 跟FB一起 嗯 好那應該沒有人換啦 那今天要到這邊嗎 對 那我們今天留言分享就可以獲得 就 殺曲 三層的那個蛋糕的殺曲 真的假的 對 今天是送這一件 想說大家都蠻喜歡這一件 所以我想說 今天禮物就送這一件 好 那明天 明天十點 明天十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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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結束了 很突然 對啊 好像只有我一個人落貨 小雜誌這次是PG寫的嗎 對啊 我昨天 昨天寫 昨天下午 因為有人說 想說想要看那個 小雜誌 今天直播好短 因為今天 這禮拜一款式比較少 嗯 對 還是大家有什麼想看的嗎 我們現在幾點 現在我們大概播 快四十分鐘而已 差不多 期待小雜誌 大家明天見喔 禮拜五也要記得來喔 不然Ruby會傷心 禮拜五見 拜拜 禮拜三見 明天見 拜拜